嗨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欸 對不起 講錯 嗨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看 學緣 就是送給我們的影片 嗨 各位觀眾 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們今天要來講 觀眾 傳給我的影片 好嗎 因為上次有講嘛 如果你們有想要就是 我指點的話 你們可以把影片傳過來 好 然後我可以就這個方向給你們指導 OK 那大家一起來看喔 開始 這個是在利寶嘛 對不對 利寶 利寶的出租車 收底 那一樣 他現在過這個1、2號彎 我覺得他過1、2號彎稍微僵硬了一點 這3號彎煞車帶進去 喔 這個速度帶的稍微慢了一點 煞車煞太多 煞車煞太多 因為感覺那個速度一下就降下來了 OK 然後現在過這個4號彎幾乎是 沒什麼問題 喔 5號彎 喔 這時候很大的聲音 而且車子亂撇 然後放任盤再救 這就是失誤了 這不行 這不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 又又彎 5號彎過了以後又又彎 這可能不準啦 因為前面有 有就是 有車子擋到齁 所以這可能不太準 OK 然後完了以後要過這個閃電彎 喔 他壓這個 很大力 而且往旁邊飄 喔 喔 過了完以後他沒煞車 哇 車子跑到外面去了 喔 這不對 那個地方確實煞車 就是過了閃電彎以後那個要確實煞車 幫他跑到外面去 阿你看 他剛剛那個地方 是不是 就是在 過 倒數第二個彎的時候 就是那是油門下太大了 所以他才會踩到要反打 OK 齁 所以我們來統整一下 他剛剛過1號彎的時候 稍微 比較僵硬一點 1號彎是全油門高速彎 他稍微比較僵硬一點 有時候就是 跟打拳一樣 你身體要放鬆 齁 就是你出拳才會快 不然你身體這樣 你這樣出拳不會快 他就是要放鬆 他的那個拳出的就會夠快 這樣聽懂意思嗎 跟那個身體的反應也是一樣 你就要放鬆 要放鬆他 但是也不是放鬆到就是完全的 當然不是這樣 他就是 還是會有點力道 但是是比較放鬆的 比較比較relate的一個狀態 然後再去 再去 就是 集中那個力量 這樣子 OK 所以他剛剛 1 2的那個地方 他不夠放鬆 所以他可能方向盤 看起來稍微都還有一點點就是 往內拉 沒有把他車子 完全釋放出去 因為 你在拉他的時候 你在轉他的時候 實際上就在給車子製造壓力 不管是車架輪胎也好 但是 你沒有去回正 你沒有去回正 就沒有把那個壓力把它釋放掉 所以1 2號彎 重點是在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3號彎 剛剛是帶的太慢了 真的是太慢了 就是 他殺太多了 像這種車子啊 因為 他3號彎是在一個上坡 因為我們沒辦法說 每一個彎道說 只要是這個行動 就一定這樣采 其實不一定 他會有高低還有抓地力的不同 OK 所以你要去試 要去嘗試 你必須要有很多種方法 了解 所以 他這個地方 他就是在3號的時候 在上坡的時候 他其實煞車不用那麼多 上坡的時候 煞車不用那麼多 而且可以 就是 就是短一點 不用那麼多 然後短一點 然後就把 帶著一定的速度把它放進去 OK 所以這個 蠻重要的 因為煞車是要練習的 並不是每一個地方 煞車都踩一樣的大力 這樣了解嗎 OK 這是3號彎 然後4號彎是沒有問題 5號彎他剛剛殺 因為5號彎他又是一個下坡 一個回轉彎 那5號彎又殺太多了 殺到就是輪胎都在叫 他叫 叫 一下下沒有關係 但是叫 這樣不行 代表就是他都已經上次抓地力了 OK 而且他整個車子很明顯就是都扭掉了 不行 煞車要盡量不要殺到車子扭動 要在他扭動之前的那一下下最剛好 這樣了解嗎 因為我們要講求那個車身動態 不然你每次這樣扭一下再讓 扭一下再讓 怎麼會快 因為你車子都在扭啊 你要等他回來啊 對不對 是吧 所以你就是 不要讓他就是扭這一下 這樣聽懂意思嗎 OK 然後殺到扭之前 一下下那個最剛好 OK 然後不要殺那麼多 因為他 5號彎 是要殺比較重沒有錯 因為他是下坡 但是 他的重並不是讓他一下重 他的 他的重反而要是 很柔的重 OK 很柔的重 所以我就說 煞車大概有很多種採法 有的是很快的輕 很快的重 然後有的是很柔的重 然後很柔的輕 對不對 你就叫這種就是任意的搭配變化 OK 所以他那個5號彎 應該是要殺到就是 就是不要車子不要撇 然後不要叫那麼大聲 OK 然後把車子慢慢對進去這樣子 OK 然後那個幽幽彎 因為有車子在那裡不準 接下來他壓過閃電彎 那個有一個橫條 很像我們經過那個檢證條那種 高速公路檢證條 那種 那種檢證條 他經過那個檢證條的時候 翻翻盤記得要握好 因為他要像整台車 飛過去那個檢證條這樣子 不然如果他那個檢證條 在抖你的車子 你也跟得抖 那他車子就這樣 有沒有 他剛剛是不是車子 一經過檢證條 就跑到外面去了 這不對 他要像飛過檢證條那樣一樣 知道意思嗎 你不能讓他這樣 好這樣是不對的 OK 就像有些人在高速公路上開車 很恐怖的事 你會覺得他怎麼一下 往右 一下往左 一下往右 一下往左 實際上他那個往右往左 是他打出來的 因為他打一下他就往右 打一下他往左 可是他往右發現他要過去 他要忙打往左 他打太大 往右往左 變成他在車道上這樣 很恐怖 正常你會 因為開高速公路人應該都是很正常 就是很順順的這樣 不會這樣 過去了 不會這樣子 這樣了解意思嗎 OK 所以經過那個檢證條的時候 就是 你要把它握好 你方向盤握好 然後讓他飛過去那個檢證條 那個感覺 知道嗎 然後再來就是飛過去整證條 以後他有個左彎嘛 以後要煞車 可是他那地方沒煞車 他車子就跑出去了 知道意思嗎 這樣就不對了 知道意思嗎 因為他要外內 實際上應該是中啦 外內中 因為他下一個又是一個油彎 所以應該是外內中 然後再過來 然後最後就是 外內中他要過那個右彎的時候 就是 他的油門踩太快了 踩太大 所以踩到就是有點這樣 要平 因為要平 然後他為了要救 他就這樣 知道意思嗎 那就是油門下太大 這樣聽懂意思嗎 因為 你油門 你方盤打的時候 你一直下油門的時候 他會這樣一直跑 然後 你突然很大 他後面會突然跑 後面突然跑之前 那都不對了 因為後面只要一突然跑 後面一突然跑 你就要反打去救他嘛 對不對 只要有在救車的動作 那都是不對的 正常車子都是要很順的開在那個上面 懂意思嗎 要像軌道車一樣 OK 等你開到軌道車這個程度的時候 你也會很有成就感 你會覺得 嗯 整台車子 全部都在我掌控之中 OK 然後他那個油門下太大出來以後 救了那一下 所以導致他下來那個速度 最後經過那個大C彎的時候 那個速度 不夠順 來 我們再看一次 好不好 再看一次 來喔 好 好 他現在一樣 直線了 對不對 有沒有 好像太僵硬了 太緊繃了 太緊繃了 再放鬆一點 就很簡單的進去 釋放那個壓力 一點點這樣就好 然後這個速度帶太低了 好 三號彎帶太低了 不要帶那麼低 然後再來就是要進入到五號彎 剛剛不是有講 五號彎他怎麼樣 怎麼樣 踩太大力 踩太大聲 踩到車子都在叫 這在救了對不對 那整個 速度都跑掉了 OK 就轉速度不見了 然後這油門比較不準 是因為他可能前面有車子 這個我就沒辦法講 因為他進來影片 就只有一分多鐘而已 OK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車有多計幾圈 然後一樣 過簡陣條 你看他車子就飄出去了 有沒有 好 那他這個地方要煞車的 可是他沒煞車 他只有鬆油門而已 好 這樣不行 有沒有 車子都跑出去 不行 要有一點點煞車 好 接下來要過這個地方 方向是沒有問題 但是油門下太猛 這到底什麼 他屁股就滑掉 這樣就不對 這樣就會影響到他這裡的速度 大C1的速度 OK 所以 尤其在直線前的失誤 要盡量減少 因為他影響是很巨大 OK 那就這樣了 歡迎 再有影片的也可以記過來 老師會篩選一下 OK 幫你們講解 好嗎 OK 那就這樣了 拜拜